1932年1月28日,日军海军陆战队出席上海,镇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太平卡将军,决心为了保卫上海与世寇拼死一战。 战斗一打起,黎明文迅速做终,海连华社已知黎六亭,黄少亨,国境后,到各地战区进行拍摄,用纪录片的拍摄走法,真值得为我们呈现这场战。 影片中,十九路军军长太平凯正在建立部队,十九路军是参加过北伐战争,经受过革命洗礼的部队,从军官到士兵,抗战士气十分高涨,执行誓死保卫上海。 日本海军陆战争的飞机,剑美、卡克和装甲车,疯狂地向中国军队攻击,十九路军战争互相配备,坚守阵地,拿罪了敌人的警战。 在扎本星人,与日军基战术人,多次突破日军横线,跨面中的士兵突然重担而死,真是给予现,领为震动。 在片中,我们还能看到一位受伤的军官,在被纱布包扎完之后,看着镜头的他,还略带点笑容。 他不顾伤口疼痛与士兵的劝阻,再次冲向前线指挥战斗,没想到,在冲往前线的途中,被敌人的子弹击中,壮烈迅骨。 这位军官的名字叫陈正伦,是一名营长,他的英勇无畏,不怕牺牲,将永远铭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。 画面中,凶残的日军飞机对渣北地区进行狂轰滥仗。 英勇善战的十九路军战士,贤熟地使用高射炮,精确发射炮弹,击落了数架日军飞机。 蔡廷凯亲自赶赴前线,指挥战斗。 当时他离最近的日军阵地只有五十米远。 在阻击日军的进攻中,他衣服上的左边口袋被日军的机枪打穿。 日军的炸弹就在离他两米远的地方爆炸。 就是这样顽强的一支军队,通过不断的战斗,击退日军数次的进攻,坚守阵地,寸土不让。 影片中的这些轻松的歌舞场面,确实让人感到吃惊。 十九路军的战士,在战斗的间歇,尽情欢畅,笑看生死,表现着人性本质的光辉。 战争的死神随时都会光顾,虽然他们如此热爱自己的生命。 我来说,您教会还在这里的уры。 对付线是学生欠物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